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曉翔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ana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上集的題目是 觀心疾病膽固醇藥的真相 如何真正保護自己呢 上集我們提到 低密度的膽固醇 其實不是令到觀心病的原因 其實原因是身體有嚴正的狀態 才是真正導致血管硬化的原因 是的 今集完醫生 我知道你會和我們 再詳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以及介紹一些簡單又不用用藥物的方法 去處理觀心病問題 如何可以真正保護自己呢 我上一集都說 我經常都說膽固醇膽固醇 所以人們就以為膽固醇是原兇 結果拼命叫人吃那些抗膽固醇藥 但抗膽固醇藥呢 我們之前也有幾集都提及 原來抗膽固醇本身的抗膽固醇藥是很嚴重的 真正正因為吃抗膽固醇藥 一生吃抗膽固醇藥 最後患病率其實都不是減很多 所以原來真相其實不是膽固醇的高低 或者低濃度的膽固醇的高低 其實是有其他原因 跟大家說是一個炎症 一個發炎的狀態 這些發炎會導致我們的血管癌化 血管閉塞 其實最終最多導致血管閉塞 就不是膽固醇是否存在 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其實當你有炎症的時候 身體其實是利用一些脂肪 譬如膽固醇去維修 譬如一些裂痕 你想補回血管壁的裂痕 你就用一些膽固醇去鋪平 某個程度可以說 因為有那個炎症在裏 那個膽固醇去出現 是企圖去補回血管癌症 例如在公路上面 有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 沒多久你會見到救傷車在裏 所以每一個交通意外的公路路上 你都會見到救傷車 沒錯 如果你不明白救傷車的關係 有些人會看到 是否因為有救傷車 對靈智的交通意外出現 因為他出現 他見到他 差不多這些意外的現場 都會見到 其實膽固醇的角色 可以是這樣的 其實他不是導致他 他只不過是去維修 但我經常都聽到 我們有脂肪塊 脂肪叫污衛物質 到底這件事 是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有一種叫做 其實脂肪塊 有一類叫做不穩定的脂肪塊 叫做unstable plaques 這些不穩定的脂肪塊 即是說他們是很容易爆破的 他的保護膜不是很足夠 很容易爆破的 當這些爆破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脂肪污物 就會 毒的物質就會流入血管壁裏 而這些毒素的脂肪 物質就會引發血泉 於是血管就是閉塞 所謂我們叫做心臟病 發或者中風 這兩類的 中風其實有兩類 一種就是堵塞性的中風 即是塞了 突然之下血不夠 第二種就是血管爆破了 流血 當然流血那個是比較嚴重的 即是說 那個問題就是 脂肪斑塊 叫做plaques 是一個問題 如果它不穩定 就會出現這個 引發這些血泉 所以任何東西 能夠鞏固我們這些斑塊 其實也都會減低 那個心臟病發和中風 當然 我們都知道 那些抗膽固醇藥 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都有這方面有幫助 即是它都會企圖 鞏固這些斑塊 但是 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些斑塊 那個保護蓋 通常是一些 我們叫做collagen 膠原 任何東西 如果是會融化這些膠原 都會減弱這個保護罩 所以什麼東西會融化這些膠原 例如我們叫做 IL-interleukin-6 中介素 TNF-α CRP C-reactive protein C 蛋白 反應 物質 和 interferon Gamma 這些細胞因子 都是一種發炎的 所以這些物質 會導致我們裡面發炎 引發發炎 就會溶解這些保護膠原 這些就是導致我們心臟病的問題 好 這類的東西 加上我們這個游離肌 就會 很容易是會 令到我們那個脂肪的斑塊 那些鈣 是減弱了它 從而刺激一種我們叫做 一種我們叫做 Collagen Dissolving Enzyme 即溶化膠原的酵母 其中有一種我們叫做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我們叫做MNP 簡單來說 其實這一種會溶化膠原的酵母 MNPS 如果我們明白這一點 我們會了解到 為什麼心臟病化和中風的危機 不是直接和我們膽固醇的整體 膽固醇的水平 或者是低濃度膽固醇的水平有關 最重要是我們那個氧化的程度 和發炎的程度 不是膽固醇的水平又高 所以如果你明白這一點 其實你覺得 當醫生和你檢測膽固醇 說你是高的 甚至低濃度的膽固醇高 立即叫你吃這些膽固醇藥 其實這是很愚蠢的 好 那作為一個病人 你要怎樣叫醫生做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一般醫生 明不明白這個背後道理 其實你應該叫醫生 幫你測量那個 我們叫做C反應蛋白 或者LPA 我叫Homocysteine Homocysteine 我中文叫同型半光胺酸 和那個 那個超微蛋白 Fibrenogen 超微蛋白 因為這些資料 這些指標的水平 都是讓你知道 到底你身體的發炎程度去哪裡 嗯 那其實呢 這個是更重要的 那其中 C反應蛋白 C反應蛋白 其實是比較最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 你看醫生 醫生叫你 就是懷疑你 聽到心臟病的危機 中風危機 他除了幫你測 那個膽固醇 那個水平 包括LDL 那其實他應該測 C反應蛋白 那這個呢 這個其實呢 比膽固醇 到底高 或者低 OK 那很奇怪 那我上一集呢 提及 有三個很大型的研究 那資料就是根據 那三個大型的研究 那其中 CARE CARE 和Lipid 那兩個研究呢 他用那些人呢 是本身已經有 很差的心臟血管問題 第一個 那一組研究呢 他全部 那些研究 那些 那些實現 那些人呢 都是沒有病的 那但是呢 在CARE 和Lipid 這兩個的研究裡面呢 其實很多人已經有 有嚴重的心臟血管的問題 其中75%是 是吸煙的 還有呢 大多數人呢 都是肥管的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這個是真正的原因呢 是導致我們血管硬化的 血管硬化的 血管硬化 就是 吃煙 和肥胖 肥胖 肥胖和肥胖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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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的肥胖 肥胖 肥胖 因為呢 他們很容易氧化 我們所謂低濃度的膽固醇 和其他血裏面的成分 包括LPA Hospotidylcholine 這些都是那些 血裏面的 鱗 鱗脂方面的物質 那總之 不要讓它氧化 好了 那你會問 那 那到底 那些研究的人員呢 有沒有說給你聽 或者說給醫生聽呢 是不是 那 那為什麼他不說出你的真相呢 為什麼呢 那其實呢 那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鋼膽固醇藥 是對那些炎症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那你知道 很多這些研究 都是這些鋼膽固醇藥 那些藥廠 來到 我們資助這些研究 那所以 他們的資助研究的目的呢 都是希望呢 幫他呢 推銷鋼膽固醇藥 那 那真相呢 其實這樣說呢 是 鋼膽固醇藥呢 其實是 沒有辦法 幫你減低那個炎症的 是啊 是啊 那所以選擇 膽固醇藥呢 其實都是淺 淺作怪 是 好了 那 還有一件事呢 如果我們只是用那個 膽固醇水平的那個 升高作為一個指標的話呢 那其實很多人呢 都可以說是需要接受治療 是吧 那 如果他是用一些 即是說 其實我們只要 醫療的那個 是那個 那個炎症的指標高的話呢 那可以這樣說呢 很多的病人呢 都不需要吃膽固醇藥 那他可能就數以億元 千千萬萬元的那些 銷售呢 就會減少 就是會減少 那 所以其實重心都是呢 他不講這個 這一部分的事實 原因呢 鋼膽固醇藥對他沒有幫助 那 所以他只是講一些 是能夠推動的 那好了 那鋼膽固醇藥 那你的鋼膽固醇藥 那要鋼膽固醇藥 就是這樣 那就變成很多人呢 都是入了這個 要接受治療的那個圈套 那 我們 很多 以前呢 我都提過 鋼膽固醇藥那個 那個鋼膽固醇的水平 其實以前來說呢 那個水平是很高的 一般所謂正常都很高的 那我一直這樣減減減減減 減到呢 低度是差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 都是屬於高的 都是有事的 那最近呢 推動這些鋼膽固醇的人呢 開始就叫所有那些 糖尿病的人都用 因為糖尿病的人呢 那個膽固醇問題會高 是 中風啊 還有那個 灌心病的機會也高的 那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他就不理你膽固醇的水平高低也好 總之你是糖尿病的病人呢 都要求你開始吃 嘩 又大批人 又吃多點 然後呢 他就說呢 開始就叫那些肥胖的人 還有小運動的人 經常坐在那裡看電視 那些不多動的人 那些肥胖的人呢 那些肥胖的人呢 他都開始就 叫他們呢 都要開始吃了 那還有開始呢 你開始呢 叫那些細蚊仔 蛤?細蚊仔? 醫生啊 那目前我們知不知道 有些什麼的物質是直接導致血管硬化的呢 那我們都知道了 剛才所講過就是 血管硬化呢 其實血管壁發炎 是 那如果我們容許一些所謂氧化的低濃度的膽固醇 入了我們血管壁呢 那這個呢 就會引發我們的免疫那些襲擊 嗯 嗯 那我知道呢 其實很多東西會 會加速我們 叫做眼化的 譬如 重金屬裡面 譬如 鉛啦 拱啦 就是水銀啦 嗯 劫啦 就是Cadmium 甲 一種重金屬啦 鋁啦 微晶啦 MSG啦 是 還有感染呢 還有任何的創傷 嗯 那但是呢 有一個很基本的狀態 但是這個問題呢 是 最近呢 就越來越被發現 那個問題的根源呢 就原來是我們那個 尾 這種金屬 這種尾元 這種身體的所需要的 金屬尾的水平低 是直接是跟我們的血管癌法有關的 好了 那我們發現呢 如果我們尾是不足的話呢 它會加強我們那個身體氧化的低濃度 如果那種藍蛋的唇呢 直接由我們血管迫的 OK 那我亦都知道呢 發現一下 如果長期的 長期的 身體那個組織裡面的尾呢 那尾呢 是不足呢 是導致大部分呢 的所謂血管硬化的原因來的 嗯 那在這方面呢 日本的科學家在這裡做很多很多研究的 其实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看到这个关系 尾的不足和血管硬化的直接关系 大概三十几年前 研究人员发现有些人在生活的地带 我叫软水,软水的意思是水里本身的金属 比如钙、尾、基本的金属是少的 生活在这些软水的地域的人 他们的心脏病化和中风是高一点的 我们在解剖里面也看到 在软水地带那些人的中风之后 冠状动物的心脏病发也会多些 尤其是年轻的人 我最近也听到 有些年轻的人突然暴斃 发现这些情况 这些年轻的人的心脏病疾病 多数都是因为尾不足 我们动物研究都看到 如果你将尾的进食量去减低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血脂的水平 就很快就变成一些 跟我们所谓血管眼化有关的血脂的形态 例如总胆护唇量高 低浓度的胆护唇高 三金油脂高 以及高浓度的所谓保护性的胆护唇的水平低了 其实这个也是和尾的水平有关的 低的尾水平会导致油力基增长增加 和脂肪氧化也会增加 这些当然会加速低浓度胆护唇的氧化 有些研究发现 如果最低的尾水平和高的尾水平的人 最低尾水平的人 中风的危机高于高尾水平的人 是3.29倍的 我们也都在我们那个血管的硬化组织里面看到 都很多时候看到尾本身是低的 就是你从血管来到分析之后 很多人的所谓叫做心绞痛 不稳定的心绞痛 当然他也会有心脏病化的机会很高 这些人全部都发现尾水平低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黑人 在这方面心脏中风比较多 原来也都看到 他们美国的黑人 非洲籍的美国人 和美国的白人来比较低 他们的尾水平是低很多 也都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他们会有心脏病 中风高血压 糖尿病都会多 也都发现糖尿病的病人 尾水平比较一些没有糖尿病的人 是低很多 好了 我们最近的研究 也都看到一件事 他说尾的不足 是会导致胰岛素的抗拒 和高胰岛素的水平 这两个人知道 这些都是糖尿病的问题 如果胰岛素高 也都会增加尾的流失 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很多时候 糖尿病的病人 在某种程度上 都会开始做什么 去打胰岛素酸 我们发现原来 胰岛素高 本身也都会增加尾的流失 所以很多这类的病人 结果他心脏病的重疯是高很多 因为整个治疗 其实都是令到胰岛素的治疗 令到尾的流失 增加了 所以有一个研究 就发现 最终出现糖尿病的人 都是因为胰岛素低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原因 刚才你问的问题 哪一个元素 可以说和心脏病 中风有关 其实是尾的不足 不单止在心脏病 和中风的危机增加 甚至于糖尿病 高血压 和不尋常的血厨脂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简单来说 是关键的元素 就是尾 也有一个很大型的动物的研究 他就用差不多40万只牛的研究 如果有些牛是比它吃草的牛 它们就从来不会血管硬化 这个问题 你也知道 草是有什么 是叶绿素 叶绿素是尾 最重要是叶绿素里面 叶绿素里面 其实尾是很主要的成分 所以吃草的牛 就不会有血管的问题 好了 但如果你比贵吃那些 尾不足的食粮 它们很多时候 很快就出现血管硬化 这个问题 如果一些牛仔 喝的牛奶 都是来自一些低尾的牛脊 那些牛奶 这些牛仔 很快很早就出现血管硬化 那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越来越多 看那些小朋友 突然之间暴毙 一些可能是初中 甚至乎小学生都有 原来的问题就是尾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之前尾在我们血液里面 是会防止我们血管的收缩 很多时候 你出现这个血管的心脏病化 其实很可能只不过是 即时暂时的血管收缩 你知道了 你一收缩之后 你血液不到血的心脏 那便出现了大问题 那其实可能未必是 因为血管都失散 只不过是尾的不足 导致它血管 那些肌肉 那个软 那个 肌肉 本身呢 突然之间出现了 净乱 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 尤其是美国人 尤其是三银仔 很多都是尾的不足 OK 那这个因为很大型的研究 发现 百分之七十五个美国人 在这个的尾的元素方面 其实都是不足够的 即是有一半是很严重缺乏的 那你看到 那尤其是年龄大的人 很多人很容易不足够 因为饮食和吸收 喝汽水 和那些药物 比如心脏病的药物 抗血压的药物 那个 那个鼻孕药物 还有很多 那些糖尿病的药物 本身都会 导致这个问题 这个美的不足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很激烈的运动 是不是 我解释了 很多时候在这些激烈运动之下 那些人会突然之间 暴敗 因为你本身那个美的不足 是导致 然后即时 血管是直接收缩 导致这个问题 好了 那 如果那些动物 如果你给多些美去 補充剂 那他们的血管硬化 是少很多的 那 就算有些人说 先天性的有问题 有些动物 先天症是很容易患血管硬化的 但如果你食物里面 给足 它的尾 它一样可以减低 那即是说 先天的问题 都不是一个 决定所有的 好了 在今时今日 如果你给那些 做着洗神的人 很多时候 会在食物里面 加多些尾 的时候 它也都会 就是会减低 那个血 里面的脂肪的问题 和减低三双血管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氏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今集第二节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观心疾病》 《胆固纯弱的真相》 如何真正去保护自己 刚才袁医生提到 原来尾的不足是直接会导致血管硬化的 那如果我们不用西药 有什么天然又有效的方法 比如食物啊 补充剂去减低那个中风和血管硬化的风险呢? 那我们都知道了 关键就不是说要去 直接一味盲目地减那个胆固醇 那在食物方面呢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减低血管硬化 和血管硬化引致那些后遗症呢? 其实第一件事呢 就是尽量是减少避免吃那么多红肉 是 和增加你所谓健康的食物 所以水果和蔬菜 那我觉得蔬菜比较重要一点的 是 和抗氧化剂呢? 和很多的营养素呢? 我们已经知道呢 可以减低我们的发炎这个问题的 那 好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呢 我们的铁那方面呢 都要 不要用那么多铁的补充剂 是 有时吃铁丸呢 原来呢 这个铁丸呢 是会氧化我们的 就是增加这个氧化这个问题呢 是会导致血管硬化的 那所以呢 尽量呢 就不要吃那么多铁质的那些 这样的物质 是 好了 那还有什么很好工具呢? 那首先尾 OK 那如果我们说 除了蔬菜 那蔬菜当然呢 尾是很足够的 那我们有一种叫做 美的 檸檬酸味 叫做 Magnisum Citrate 或者 Malai 苹果酸 就是 苹果酸 美 就是 Magnisum Malai 和Magnisum Citrate OK 那这个呢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那是 最重要的 形容 保充剂 预防血管硬化的 那它呢 就会慢慢的帮你薄血 有少少薄血的作用 是好 大大减低那个发炎 改善血的流量 和增强你那个能量的 那大概吃多少 那一般来说呢 都是一日三次 每次 每次两个 两个 两个 尽量 空肚吃 那有种情况呢 就可以 将这两个 膠囊 装的 Magnisum Citrate 或者Malai 将它倒入一杯水 蒸餾水 或者干净水 那在饭餐之间 空肚来到饮用 那当然了 如果有时候 美的分量高呢 有些人有少少轻舍的 那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呢 那就将那个 美的分量 一日三次 两粒的分量呢 是减日一日两粒 那就是慢慢地 慢慢地 就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慢慢地增加它 OK 那当然了 如果你有心脏 闭失这个问题 或者那个神病呢 那你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要问一问一下 你的那个 就是 你的医生 但是说很可惜 一般的医生 对这个营养害人 不是真的那么熟悉 那当然了 你不食用 不用这个的补充剂呢 另外的方法就是 是蔬菜了 那最近香港 很多人都开始用 市面见到 很多人 推销那些 是 高速的 是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将很多的 蔬菜呢 就放入一个高速的 搅拌机呢 是将它搅拌成为 我们叫做 铺 那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的 你的吸收 那个 就是会加强你的吸收 是 那就是 用 尽量在饮食方面 吃多些蔬菜 用搅拌机搅滑 搅拌的蔬菜 绿叶绿素 多重的颜色素 那其他方面呢 譬如 维他命C 和 维他命C 维他命E 那我们发现呢 如果我们 用维他命C 和E 混合来用呢 是可以大大 减低心脏病患 和中风危机的 就会增加心脏病危机 差不多呢 是比吃那些 抗胆固醇药的效果 是减低多成两倍 那就是 那就是 正是用维他命C 和E 减低这个风险 是比那个 胆固醇药 是重剩两倍 那 那最近呢 我也都听到 有些人说 就是 如果是 就这样吃维他命E 大量吃 吃维他命E 就会增加 那个心脏病的危机 那 那 那其实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 如果 只是单单吃维他命E 的话呢 这个维他命E 就会 减低我们所谓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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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块 脂肪斑块 那些纤维盖 那 就令到它 就是 就是 没那么稳定 那 那 那当然 今次今日 就是吃 营养补充剂 很少只是用一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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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过去的研究,星和C,可以大大减低血管冷华 如果你自己过去曾经有心脏病或者中风 可以吃1000mg,一日三次,再加上50mg,升一日一次 再加上800的国际单位,千然的维他命E 这三者加上会减低C反应蛋白 最近转季,很多人说吃洋葱素对敏感会有帮助,是吗? 一般人都懂得用Corsetan 普遍人都觉得我鼻敏感就试试洋葱素 那洋葱素对血管方面有没有帮助呢? 洋葱素是一种二黄酮 你知道洋葱素是很多食物的植物里面都有的 所以可以说是很容易在食物里面找得到的 那洋葱素Corsetan 可以证实可以减低不同的血脂 还有是很稀奇化地减低血管闭湿这些问题 那其中有一个研究 发现用动物的研究 发现它减低血管硬化 减低是3500% 哇,好厉害 减低是这么厉害的 那当然它会保护我们的低浓度打武术 就不会被氧化了 这个很重要 那溶葱素是一个很强的抗炎工具 抗氧化剂 还有是抗氧化剂 还有是抗氧化剂 令到减低我们的血小板的黏度黏 以及减低我们的C反应蛋白 就是很强调的 那所以我们怎样用它呢? 我们可以用500mg加上鱼油 一、两、三次这样吃 混合在鱼油那里这样吃 好,最后就是姜黄 就是咖喱姜黄 原来姜黄Cucuman 也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它也减低血管黏在一起 当然也减低血传失 最近有两个研究 它发现Cucuman 是可以减低低浓度蛋黄醇 减低脂肪的氧化 和淡大是减低血管氧化的 就算用的份量不太多 但始终咖喱的份量 我相信一般用咖喱粉都不会很大量 就是少少就足够了 原来少少的浓度都足够了 好了,其中有个研究 我发现它直接减低血管里面的病变 是减了成一半 也都看到它会降低C反应蛋白 以及稳定脂肪的斑块 还有一个是喝茶 其实喝茶是很有益的 当然喝茶里面有几类的茶 有红茶、有绿茶、还有白茶 原来发现白茶的涙的涙茶素 钰涙甜、黄色涎佐素 这两种物质 这两种物质 也会减低血管硬化的斑块 这种酵素,减低这种酵素,导致血管硬化 同时含有很强的抗氧化剂和抗炎耳黄酮 所以,茶是很好的,先用绿茶 日本绿茶、中国的绿茶,好像龙井 如果找到白茶,可以试试用白茶 分别是视乎炒的时间 炒的时间长,变成红茶变成红茶 还有鱼油,大家也听见 鱼油里面有一种,广告也认识的,DHA,EPA 这两种东西都会大大减低血管硬化 有很多不同的机制做出这个效果 这些鱼油是多不饱和脂肪 所以,尽量放在盖子后,尽量放在冰柜 或者是黑色的冰柜 有很多品牌的品牌,会加上维他命E 这些鱼油的酱油 我们可以把鱼油混合在酱油 放在酱油 加上酱油 大概是125mg 加一茶匙的油就会帮助我们吸收 还有一种营养素我们叫做油花酸 Ellagic Acid 这个也是一种二黄酮 在什么地方看到呢? 就是Raspberries 有复盘纸 有些地方叫做三枚Raspberries 香港也很容易买到的 还有那个Warners 核桃 核桃 还有就是石楼 市面上有很多的石楼汁 它也有一些标签 说出有保护心臟作用 那这个石楼汁保护 声称可以帮助心臟 在美国都受到FDA里面的指杀 但公司就硬 这个根本是有足够的研究 为什么你不让消费者 可以用一些安全的食物方法 来帮助自己健康呢? 我相信大家听过节目的人 都明白这个政治的阴谋 其实我们很多的法例 其实是一种不良的 所以我们经常都强调 法治社会不是等同公义的社会 这个很重要的 法治只不过是维持秩序 令到我们乖乖地被控制 不是代表公义的社会 其实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的法律 很多坏的法律 是搞到社会有很多问题 好了 我们健康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他也都发现这个油花酸 即石楼汁、核桃、三昧、腹盆子里面 有一种叫做油花酸这种成分 这个也可以抑制很多类的癌症 他也可以在动物的研究 发现他可以大大减低血管硬化 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研究里面 受控制的动物 他们的心脏大动物表面的血管硬化 差不多有45% 就已经血管硬化出现了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营养数 这个方法 就已经减低到差不多3% 就是说 由45% 那个大动物 心脏大动物 血管的硬化 是将它减低到差不多少于3% 就是用这个的油花酸 好了 吃的份量大概一天 就吃一个Tablet 一天两次 或者一茶匙 放入食物 一天吃两次 当然 喝石楼汁 经常喝石楼汁 吃多些福盆子 和核桃 核桃 也有这方面的帮助 好了 接下来 还有什么工具呢 就是叶酸 和B12 和B6 这三种营养数 是可以大大减低 我们所谓叫Homocysteine 我们所谓叫Homocysteine 我刚才所提及的 这个是一个指标 Homocysteine 是我们的心脏氧化指标 Homocysteine 我们叫同型半光氨酸 同型Homocysteine 是半光氨酸 这三种物质加上 是可以大大减低 Homocysteine 当然 Homocysteine 亦是我们的危机 因素 Homocysteine 会令到油脂斑块 不稳定 所以我通常会用多种营养素 在用这个营养素里面 有时候有一个矿物形 叫Seleniu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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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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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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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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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不同的研究,如果病人共压亚麻酸容量低,冠心脏病和重风机会高 要我简单我们的肚腩脂肪,最重要是肚腩脂肪 我们的肚腩脂肪是2,000mg,一天吃两次,加上橄榄油 混合了酱油,更加有效 一般来说,平时吃1,000mg是足够的 作为保持状态的份量 另外,Pilocosinol Pilocosinol在营养方面,已经很久历史了 中文叫做多二元醇 20的意思 我相信分子有20个氧化 Pilocosinol 多二元醇 Pilocosinol 其实是什么呢? 在藉堂里面的那层纳汁是提炼出来的 这种植物的脂肪 就会减低坏的胆固醇 增加高浓度的好胆固醇 和减低发炎和血管壁的斑块 Pilocosinol的份量大概多少呢? 其实一天一剂吃20mg便足够了 因为原来吃多一点都没有额外的帮助 那我们在外面验血的时候 那报告显示了 例如是胆固醇、血脂的数据 那刚才照你所说 其实胆固醇的高低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如果我们验血下 就是有这些手上的资料 通常会给你看 总胆固醇多少 高浓度的胆固醇 低浓度胆固醇 三金油脂 那这些资料在我们手上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去阅读呢? 可以拿到一些有意思的资料 其实最重要我们要看到的数据呢 就是要看三金油脂 和高浓度胆固醇的比例 这个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呢? Triglyceride和HDL 高浓度胆固醇的比例 如果它的比例呢 是低于2.6 的话呢 那这个呢 是有保护性作用的 就是你那个 心脏和中风的机会是减少的 但是如果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高于3或者4 那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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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呢 就要看 是我们非高浓度胆固醇的水平 非高浓度胆固醇的水平 叫non-HDL 那个水平 那我知道这个比例 如何计算出来呢? 首先我们有知道我们的整体 那个胆固醇 那你又将整体的胆固醇呢 你就减少你的HDL 减少你的HDL 那如果你剩下的数字呢 是低于101mg per dl 的话呢 101mg per deciliter 就是这个美国的数据 香港有时用那个metric 你要想麻烦 它可能两边有显示的 那么呢 你的危险呢 就是非常之低的 嗯 但如果这个数字呢 是介乎101mg 到135mg per deciliter 那你的危机呢 那你的危机呢 是增加到2.8倍的 是 如果它是高于135mg per deciliter呢 那你的危机呢 是差不多是3倍或者以上的 嗯 所以呢 即是非高浓度的胆固醇的水平呢 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 嗯 那另外一样呢 我要看呢 就是看那个 那个 那个 三金油脂 那 那三金油脂的水平呢 是 某个程度上呢 就是 它那个 预测的问题呢 是 还有用过低浓度的胆固醇的 是 就算那个 你那个保护性的 那个高浓度胆固醇都高的话 那 所以我们是尽量呢 是要 我们那个三金油脂的水平呢 就是尽量要减低它 嗯 那有些什么的可以帮助我们呢 那当然呢 可以减低那三金油脂呢 但是我们的食物那方面呢 是减少那个 那个淀粉质 是 是 尤其是那些糖分 是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那个三金油脂呢 是我们那个糖那里做出来的 嗯 就是过去有时有一种错觉啦 经常以为呢 是 肥的东西就不要吃肥理东西 肥理东西会令你肥 其实不是的 嗯 真正令你肥呢 是淀粉质 和糖分 因为这个很快呢 就转了做过三金油脂的 嗯 好了 那所以呢 我们在食物方面呢 尽量呢 减少淀粉质 减少那个甜品的食物 那 那 加上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Polycosinol 运动 和那个 阿米斯加三油 那 阿米斯加三油呢 就不是说我们的所谓 那个阿麻子油了 阿麻子油 阿麻子油有好处的 那我们在说其他的鱼油啊 这方面的 那也会减低 我们那个三金油脂 好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这个资料呢 不是很多机会呢 不是很多实验室可以做出来的 其实我们那个低浓度的胆固醇呢 其实有两种形式的 有一种呢 我们叫做小和浓的 又小又浓的 叫做small dense version 这种的LDL 我们叫做small dense的LDL 低浓度胆固醇呢 这个呢 和我们血管硬化有很直接关系的 那另外一种的不是small 不是SD那种 不是small dense的低浓度胆固醇呢 其实它可能好像那个高浓度胆固醇呢 有保护作用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能直接看那个LDL的水平 也都要看哪一类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SD那种类型呢 是有危险的 而肥他那种类型呢 很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尽量呢 都不要用这个 用抗打抹醇的方法 是不是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吃多些抗氧化的食物 是 维他命C 维他命E 维他命D3 尾 薑黄 洋葱素 和吃很多很多的蔬菜 那我也都知道呢 红肉的问题呢 就会将我们那个血的 铁的水平增加的 那铁呢 是氧化我们身体的里面 那些脂肪 那些危险就是这里的了 OK 明白了 今集多谢完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宝贵的资讯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完医生回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完医生 拜拜 拜拜